被视为鹰派的小野自五点接任防卫上陷 日本公布新版防卫白皮书 应用北韩的导弹和核计划是新阶段的威胁 增加日本政府的危机感 措辞比去年的白皮书更加强烈 白皮书指出北韩上个月4日发射的导弹 是射程5500公里以上的洲制弹道导弹 对北韩发展远程导弹实用化表示担忧 对于去年9月北韩实施的第五次核试验 白皮书认为北韩可能已经掌握核武小型化技术 意味有能力将核弹头安装在导弹之上 中国军力方面 白皮书指出中国航母辽宁艦 去年12月首次驶入西太平洋 展示远航战斗能力的提升 中国海军蓝艇在日本海的活动 也有可能更加活跃 终日战机空中对视情况也加剧 日本航空自卫队针对中国飞机的紧急升空 去年达到破纪录的851切 新华社发表文章 指白皮书老调重弹 再次借助海洋安全问题 鼓吹中国威胁论 劝点日本安全保障环境严峻 为日本政府延续扩张性防卫政策背说 在菲律宾出席东盟系列会议的外长王毅 和日本新任外相河野太郎举行双边会谈 王毅批评有国家在南海问题上轻风作浪 他本人希望改善中国关系的愿望 我们希望这种愿望是一个真诚的愿望 我们更希望这种愿望能够体现在 日本的具体的对华政策的行动当中 河野太郎就说 中国要学习大国的行为举止 香港电台记者何俊杰报道 香港电台记者何俊杰报道